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目前我们拿到的首发名单来看 他们应该会继续自己一贯的比赛风格 利用凶狠的拼抢和积极的跑动 给对方制造压力 不给对方拿球队员思考的余地啊 可以想象他在赛前也是做足了功课 不过比赛归根到底还是要踢出来的 这也是足球的本身魅力所在 希望双方能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比赛 期待 来关注一下山东路能泰山 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 一套典型的双边风的这个4-3-3阵容啊 现在看起来啊 他们对自己的边路进攻是很有信心嘛 是的 以一击之力冲向进区 球丢了 这球有点想当然了 没穿好 恒大控球攻入对方半场 卫士豪 这个拼抢很坚决 球已经控不住了 有冰冰冰 有机会领先 一次成功的扑就 角球 角球开出来到了进区中央有机会 门将把这球给击飞了 船中被后卫拦截了 刘宝冰冰 柯特斯 有逼飞 一脚横传 传向进区 队友已经报车到位了 转球点位不错啊 但是被门将给破坏了 出现了十五把球搞丢了 就这样把球权交给了对方 哥斯塔 哥德斯 一脚势大力尘的爆射啊 皮球稍稍偏出力珠 场面的球迷是发生了一声惊呼啊 如果他能够继续保持如此好的状态 我相信他取得进球只是时间问题了 没错 飘之珠 张林鹏 尝试掉防线的身后 位置好 转向禁区 刚刚这个投球攻门啊 看起来是相当具有威胁性 这差一点就进了 哎脚都没有控制好嗯 王瞳 球被碰出边线接外球 刘彬彬 迭克克斯塔 迭克克斯塔巧妙地骗过了防守队员 带球突破 球进了 这里进球绝对是团队努力的成果 当对方打球时 进去上抢 切断对方的传球路线 抢断成功后 迅速给予 致命一击 漂亮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接下来就教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门将回点法术 双方争夺非常激烈 财务是以对方犯规 并给了恒大一个任意球 手们也没有让这球进入自家大门 王瞳 选择将球传到边路寻找空间 抢到球了 天赐良机 刘宾宾 横传将球打进禁区 前点有队友支援 门将把这个船中球给抱住了 就这样把球弄丢了 看上去没什么危险 但是对面给的压力还是有的 塔利斯卡 过得漂亮啊 这个横传试图找前点 比赛还在继续 捕食一分钟 这种高位逼抢威胁非常大 这幕罕见啊 门将带球出击 咱们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经过15分钟的休息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开球的是山东 鲁能 泰山队 轮到他们控球了 安德森 塔利斯卡 破门凉机 被门将扑出去了 但危险还没有解除 就上半场的比赛来看 你觉得迪格科斯塔的表现好吗 他的身体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跑位犀利 射门有力 而且还凭借一个经典的进球帮助球队 取得领先 表现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黄塞萨 面对进攻 他们直接抢下球权 发动反击 是的 这次反击非常漂亮 他们需要这样的机会 慢镜头可以看出 他在击脚前甚至还观察了一下门将的位置 然后轻轻搓了一个左路 迪格科斯塔 这个拼抢干扰了对方对球的控制 没人接住皮球 直接穿出边线 在后场把球阐断 张修为 杨丽宇 一脚横传到禁区里 队友已经跟上来了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堪称伟大的铺就啊 如果今天能够获胜 他毫无疑问要记头弓啊 绝对的 给到禁区里 脚球落点啊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防守队员迅速把球给铲断了 他没有将球传出去 选择了继续自己朝前盘弹 他的这次拦截啊 及时阻止了对手在 埃克森 就被扑出去了 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 做得不错 球来到了他脚下 直接传身后找队友 真是一个手术刀瓣精准的传球啊 打高了一点 力度太大 没控制好 安德森塔磊斯卡 安德森塔磊斯卡 调力声 恒大前掌创造机会 这个球被防守队员破坏掉了 山东鲁能泰山选择了走边路 领先的好机会 防守队员封堵住了对方在进区边缘的射门 张修为 廖力声 塔磊斯卡 最后一波进攻 恒大能否绝杀就再次一举 这是一次前场断球 他们的高位逼抢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啊 防守队员把皮球解围了出来 比赛就要结束了 比赛仍有悬念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有机会领先 稳稳命中 这个时间点进球啊 这就是绝杀啊 这类一进球很有可能会绝杀对手啊 比赛就要结束了 但是在真正结束前还有可能会出现奇迹吗 廖力声 裁判认为进攻有力没有名胜 恒大的机会 廖力声 他今天真是神了啊 这么高的传球成功率啊 他们获得球权 这个传球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对方这个预判很准啊 给劲了吗 他再进一球 今天已经两球入仗 对方好像呢 他也没什么办法 比赛结束了 可对反客为主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幸运的人 有冰冰 有机会领先 一次成功的扑就 角球 一脚势大力沉的爆射啊 皮球稍稍偏出力柱 旁边的球迷是发生了一声惊呼啊 如果他 位置好 刚刚这个投球公文啊 看起来是相当具有威胁性 差一点就近了 角都没有控制好 迪克克斯塔 迪克克斯塔巧妙地骗过了防守队员 带球突破 球进了 这里进球绝对是团队努力的成果 当对方拿球时 积极上抢 切断对方 黄赛塞 迪克斯塔巧妙地骗过了 他们直接抢下球权发动反击 是的 这次反击非常漂亮 他们需要这样的机会 杨立宇一脚横传到禁区里 队友已经跟上来了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堪称伟大的铺就啊 如果今天能够 有机会领先 稳稳命中 这个时间点进球啊 这就是绝闪 改进了吧 中午 中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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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关注一下山东路能泰山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 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一个433啊 安排了两个边风 照这样看的话 他们今天的进攻应该会围绕两个边路来做文章了 广州恒大给出了他们今天的首发名单 现在给出的阵型图是451 这战位相对更靠前 他们的选择更加倾向于给对方防线制造更大的压力 来 赵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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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取得先击先进球 这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 张修为 快传注 这个横传被对方得到 但没能及时转移出来 于是进攻球员就地开始反抢 连财取棋示意越位 贝莱尼 克斯塔 这是艾克森 张修为 这球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往中路打 投球 门将早已经候在那儿了 自然而然地 把这球挡出 山东鲁能泰山选择了走边路 选择一脚横传去找进区内的队友 这个球啊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的 鲁能送给了对手一个任意球啊 他判很 果断地给了这张黄牌啊 你看分归队员自己也接受了判法 对啊 杰戈科科斯塔 赶紧俐落地抢下了对手的球权 就这样把球权交给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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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洒 失误了 防守队员这个抢断的时机啊 把握的真的是很准啊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啊 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 禁区内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漂亮的扑就不过球还在场上 李修被对方防守队员啊 解围出了危险区 他们没有处理好这次传球啊 被对方抢下了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他对对方意图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张修伟 恒大控球攻入对方半场 皮球被防守队员解围了出来 警报解除了 机会啊 对次封堵啊太漂亮了 防止队员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球门后面的球迷 都已经准备庆祝了 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 是 这本来是一个好机会的 那没有把握住啊 张立鹏 调立生 看看怎么组织进攻 有队友在进区接应了 张立鹏 埃克森 在进区边缘 拦下了对方的一次打门 迪格克斯塔 好几米 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蛔虫啊 预判的很准确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战成0比0 他们 经过中场休息之后 由广州恒大开球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这球应该是鲁能队的界外球 盖德斯 球被铲除了底线 文将及时解除了危机 盖德斯 一脚势大力沉的爆射啊 皮球稍稍骗出力柱 旁边的球迷是发生了一声惊呼啊 如果他能够继续保持如此好的状态 我相信他取得进球只是时间问题了 没错 调志珠 张立鹏 杨丽宇 这是艾克森 看看禁区附近有没有机会 找到禁区附近的队友 球被门家死死抱住 王同 选择将球传到边路寻找空间 他今天这个防守不在状态啊 已经很近了 咱们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杨丽宇 杨丽宇 他在对手紧逼之下将球带出界了 场边有动作啊 要换人了 就这样把球权交给了对方 鲁能前场发动进攻 机会唾手可得了 马上又进了一个 张修伟 张修伟 非常难多 他们这个球啊 还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并没有急于往前打 双方拼枪很激烈 球没有控制住 出了边线 刚来 祝教练打算进行坏人调整了 他成功取得了一个进球 球队目前比分也领先 所以他下场的时候表情显得非常轻松 明显的机会 被立柱弹回来了 还有机会 他带球直奔对方腹地 有机会 门奖脱手了 球还在场上 这次上抢不成功 导致破绽很大 被对手突了过去 就这样把球弄丢了 今天他的状态非常好 传球成功率很高 他的传球成功率啊 让人眼前一亮 还在观察 队友已经跟上来了 骑下咱们 广州恒大获得一粒点球 入财犯指向十二码点 并且向翻轨队员出示了黄牌 递偏了 而一次难得的点球机会 就这样被浪费了 失误了 球到了对方脚下 布什只有两分钟 他凭借贤熟的脚下技术 持续朝前推进 台板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这也意味着结果再也没有了悬念 那么新任的亚洲之王 将在这个夜晚成功登机 90分钟的角逐 90分钟的比赛 90分钟的悬念 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说 他们就是整个亚洲最好的球队 让我们恭喜他们赢得了这个冠军 恭喜他们 亚洲之王当之无愧 只有经历过所有的过程 你才能知道接下来的时刻是多么的重要 只有和他们一起经历过艰难困苦 你才能有资格来和他们分享荣耀时刻的那种激动感受 接下来就是属于冠军的捧杯时刻 当一个赛季开始的时候 你会对这个赛季充满着期望 对自己的球队充满着期望 当这个赛季结束的时候 你渴望着这个球队获得胜利 获得奖杯 一个赛季就这样结束了 一个冠军就这样诞生了 夺冠固然是让人开心的 但对于我们来说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当中 和他们一起经历的那些美好的回忆 现在是他们和球迷们分享喜悦的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把奖杯拿到了看台前面 面对球迷 这是希望能和球迷们靠得近一点 再近一点 的确啊 他们这个冠军奖杯 一定是少不了球迷们 一路以来 线上的无私的支持 现在啊 队员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来享受一下拍照的乐趣啊 拍照这个事情一定要认真对待 因为这些照片将会在全世界永远流传 优优独立 箱文字旬 的